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 生活中的诱惑 比如说睡觉和吃饭 这就是大部分人呢 不太好 不太好拒绝的东西 比如说睡觉 其实我们来说呢 睡七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么 可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睡到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 就是拒绝 拒绝不了 就是赖床 或者是拒绝不了睡眠 然后吃的呢 多吃一口啊 或者是多吃 多点个菜啊 或者是 多储备一点东西啊 这都是对 这都是吃的诱惑嘛 很多时候我们 并没有说 就是需要 就是一定要多吃这一口 或者是一定要多吃这道菜 一定要吃这道菜 并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这样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拒绝诱惑嘛 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有那个拒绝吃鸡蛋和牛奶 这个对我来说 算是个诱惑吧 因为啥吧 鸡蛋牛奶吧 那个 就是我纯粹就是不吃而已 可是有的时候呢 用鸡蛋和牛奶做的那些 小零食啥的呢 我看着的时候我也喜欢啊 可是就是不吃啊 很多时候是靠自己 真正认识到这个东西的危害的时候呢 才能够去拒绝 所以我们还没有能够拒绝到一些 不必要的吃食 和不必要的睡眠的时候呢 是我们没有清醒的认识到 这种 这种根深蒂固的贪婪的危害 你知道吧 容易拒绝的东西呢 它不会特别危害我们 可是那些根深蒂固的 不好拒绝的东西 才是真正很危险的东西 那么睡眠呢 有一期净空法师有讲过 睡眠是昏沉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都是一个修行的道路 比如说原来 原来我睡的时候呢 我可以睡 可以睡到下午 可是现在就是 我就不敢睡到下午 不敢 绝对绝对不敢睡到下午 那就是说 除非说我是 我是上午 90点钟才睡 那可能是睡到下午 不然的话说 一天的话呢 如果就正常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12点睡觉 是不敢睡不敢睡到下午 是不敢睡到下午的 但也睡不了那么久 就是你要看到 它在修行的路上 一点点的进步嘛 然后呢 再时刻提醒自己 然后再慢慢的 看到这个东西的危害的时候呢 就再来提醒自己 然后就这样循环的往复 慢慢的时候呢 自己对睡眠没那么依赖了 自己对于吃的呢 也不会有那么依赖了 就不必要的那种吃的嘛 所以呢 吃东西吃刚刚好就非常好 没有必要是我一定要多吃一口 或是之类的嘛 当然这也看那个情况的啦 嗯 但是本身来说 如果是就因为拒绝不了诱惑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是知道的 嗯 加油